希望能够往旁边带 比如说我们要写对不对 我们有一个动作就是往下写 往下写其实应该是往旁边慢慢出去 才会垂直往上 再合广展开 你往下是没错 可是希望能够展开往旁边 会更漂亮 就这样也太合广 因为你往下这个变成角落这里 然后这里让它稀一点会更好 这里往下往旁边接过来 笔锋出来对不对 往上挑这样 有没有 一点就好了 这样过来 然后这样过来 有没有 这样过来 好吗 中间慢慢回去就这样过了 然后这个也一样 就是下来按重棚旁边带 旁边带 这个比较硬的 比较硬的 往这边 一间念过来 然后它的精神比较 它有两种效果 一种是比较重 比较重 比较重 一种是这样而已 对 就是这样而已 好 所以 那这个可以再拉开一点点 像这很漂亮 这比较重 这比较重 它全本书这个字都没有 它是闭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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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人摸一个当朝的 可能是皇帝 或者皇帝的妈妈 碧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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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人都是这样 红 红 有点过来 没事 没问题 一整个位 从这里 哇 在内 这样一点点上去 然后这样过来 哦 切这键 就好了 我去把它剪下来贴上去 哎 哈哈哈哈 你也要好看哦 好 跟它的吊性一样 哎 对 还不错 这太锦 注意 这个没有这么扁 这个字铁 也很可愛 稍微長,這樣到這裡一點就好 一點而已,它沒那麼大 但是你這個也很傳神,拉開一點更好看 然後這個口子要寫的 然後這個口子 這樣吧 然後從這裡,歪歪面 它站起來 站起來這樣 這樣啦,可愛可愛的 可愛可愛 還不錯,再加油了 這個汁也要加油一下 汁一卡 有時候它是 這樣過來,它的角度比較秀 到這裡,這樣過來 往下按重 按重 起來的時候 比較便宜 這裡比較便宜 這樣 但是它這裡有一點 斜度 斜度 這裡比較距離小一點 好,加油,很棒 寧冠戰跟這個趣味不同 它喔,它比較潤 就是它比較黏 再來就是它用膩的 用拉的 拉的比較多 然後呢,尾巴放的時候 比較有疑慾 不一定要放太多 所以你要放左邊一點 然後用拉的拉長一點 所以它會比較長一點 比較便宜 喔,它要隨便一點 你現在說的是音符筋還是你換的 這是音符筋 你現在在講音符筋 這是音符筋 這是音符筋 你看喔 格子是在這裡 你寫這樣 你自己看 是不是有一點偏 對啊 所以,譬如說 喔 發起音符筋 很辛苦 啊,事情喔 音符筋 確實很漂亮 這樣過來對不對 這樣過來 把音符 移到這裡 喔,有嗎 這樣拉 根本就沒有所備的可能 這樣過來 所以老師音符家寫看來的 是不是 來的也可以 來的 來的 這樣就好了 這樣拉開 有時候 有時候有一個 這個油絲在那裡 有時候要拉開 不然你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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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偏右 左邊都無視於它的存在 是 這算太多 這也歪了 對 像這個地有沒有 它寫得更扁 寫得這樣而已 這樣 上去 上去 喔 邊邊的,你看 這裡都沒有用到 這裡沒有用到 就是邊了 啊,你跟造語 像這個 這個殼 這樣一點去 這樣 有沒有 到這裡自然回比就好了 然後 往外再往內 內往外 下來 下來 上去 按下來 連這個口都扁了 然後 它背視很清楚 好,加油一下 謝謝 這樣下來 這樣過來 這樣喔 裡面要看喔 這個多一畫 桌是這樣子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是多 這個是桌 多多一畫 多這一點 多這一點 對 然後 然後我們以前 其實也 也不是啦 現在 都還有人 這樣寫這個桌 超出來 其實 不必要出來 這樣最好 為什麼 因為多本是它沒有往下 對啊 桌一定要往外 這個桌只有這樣而已 記得 多就是多一畫 桌就是沒有 沒有 少這個可以 少有兩種 這個是 這樣過來 是行書 這樣過來 是草書 為什麼 因為 這個多一個 是行書 行書 比較多 好,管 管是可以 管是可以這樣寫 然後 因為竹子頭是這樣寫 這個可以這樣寫 然後管可以這樣寫 當官的可以這樣寫 這個一定要出去 但是 官一定要往上寫 可是如果沒有 這個是什麼 煎 煎 也是一樣可以出來 但是 煎有時候沒有出來 沒有關係 煎有時候沒有出來 因為它是 在裡面 但是 我要講的是 行書 草書跟 草書的寫法 有時候 汗 這個是 看得出來 可是呢 就少那麼一畫 少那麼一彎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本身 如果行書是這樣 這是一個口 然後這是一個口 這是一個 一個右手抓的地方 然後這樣寫才對 然後呢 這個事情是 以前是這樣 以前是這樣 一支筆 一個 所以拿到一支筆 在做什麼 在記載歷史 記載歷史 就是因為有事情 在記載啊 這個是 這個是金文 跟甲骨文 是這樣寫 後來的 後來的 鑽書是這樣寫 這個是賞的 上面這一個 這 其實 一樣一粒 所以事情 是一定要這樣 那草書怎麼寫 草書就因為 這樣彎一下 這樣過來 這樣拉起來就可以 這是事情的事 好 養還好 但是養不必 要這樣 不必一點也可以 多一點 沒有一點 比較漂亮 這樣其實這樣就可以了 精神的精 有問題 大家看一下精神的精 精神的精 精神的精 兩點 這個米這樣過來對不對 吃米才有精神 你看喔 這樣過來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 如果 要更好一點 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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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多一點 更漂亮 精神的精 神可以啊 神其實這樣就是神啊 這是這樣過來 開眼界 開 怎麼寫都是對的啦 這樣啦 開的草書是這樣寫 這樣 可以拉長 也可以這樣拉長 是一樣 兩個都一樣 好 多看 看他這樣寫 書對啦 開眼界 那不要太方 如果你寫成這樣 就會比較 長 就比較像那個什麼 木 如果你是口字的話 可以這樣寫 如果你是太寬的話 方的話 變成口 所以不好看 所以這個就不一定要點兩點 這個 一點就好 這樣過來就好 這樣 好 眼界的界 界也是這樣寫 沒錯 OK 好 雅涵 我有幫你改很多了 不要太多 就是 可能 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方式 可能是指太 指太 西末 沒有順 也是色色的 這個念作色 色筆 也是肝筆 也是色筆 所以呢 在寫的時候 我以為是可以這樣 但是 但是 如果好多的話 就可能是我們在書寫的問題 因為 墨的問題 色筆 比較 面 比較混 比較混 所以 像在書寫我們 老師 那個色筆的意思 是比較推不動的 就是推不動的 比如說 它寫的比較刻意 好 日間揮筆 比如說 寫這裡對不對 我們如果 今天可能是寫成這樣 揮筆 我們乾了 乾了可能就比較 咔嚓 搭了對不對 然後呢 筆可能是寫成這樣 比較乾是可以的 可是 如果你都很乾的話 就要 自己就要知道說 可能墨 要加一點水 墨加水 加一點 墨太濃 或者是太乾 對 這樣寫啊 你這 可能是水的問題 像老師寫就不會 看一下 好不好 然後石 就OK 所以要注意一下 好不好 所以 加一點水 然後 筆 稍微大一點 含墨量要多一點 你那個筆 是不是 太小支 小支 不是啊 大的 大 為什麼會這樣 如果 即使這個是背面 都不用 沒有這麼摧 沒有這麼摧 你看 好 你看 靈心說 畫到生死是說 畫 可以這個寫 也可以這個 你看這個 看這個就不會 你看這個 好 畫 到 生 死 死 死 消失 頭死 對啊 好 這樣寫 看一下 好 加油 好 好